我一出道就拍那個 其實有兩種 一出道就這麼土 沒有人要找我當model 所以一開始是走鄉土路線 沒有辦法 因為老爸土啊 我再怎麼高尚 人家還是覺得我土 你進入演藝圈的時候 那些演藝圈大哥 應該很照顧你才對 其實倒不會 他們可能不敢特別照顧吧 可能也是怕人家想太多 對 所以其實一些叔叔伯伯們 他們也沒有特別照顧 可是也不敢 至少不敢對你怎麼樣 也不敢欺負我 所以我還蠻幸運的 這還不錯耶 對 沒有人敢欺負這也不錯啊 對 我已經聽你 我已經聽你還沒有男朋友 聽了好一陣子 他比我還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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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空窗了幾年啊 八年了 八年講到九年了 怎麼可能八年 日本打仗才打八年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為什麼八年 其實大家一定會 滿腦子的問號 就問你在這兒 為什麼人家找我演戲 就叫我演壞女人 為什麼 你看我唱歌 我沒有辦法唱悲哀的 悲傷的歌 我都要唱那種 辣的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給他感覺好像就是這一類的 我如果唱很悲傷的 沒有睡不裡 你唱過嗎 有啊 以前的台語歌都是悲傷的啊 結果呢 沒有現在的快歌紅啊 所以你就是說 真的八年沒有人追你 對 其實我覺得重點在哪裡 現在要講到重點就是 其實我是一個在家裡呢 會 做家事 會 會 縫衣服 打毛線 車裁縫 我是那些然後在家裡 你在有裁縫機 你說你一邊聽電音一邊踩裁縫機嗎 對不起 電音 超黑的 亂縫 電音呢我們在車上聽 可是因為電音呢是因為 那是我們的工作 我一定要去學習 要去看 那 那個是自己很喜歡的一個部分 我還曾經就是一個裁縫車帶著 我就到美國去學 學裁縫 學設計 學縫什麼東西 就亂縫啊 自己DIY做一些衣服啊 我本來想說自己看 怎麼沒辦法學縫酸眼皮啊 沒辦法 你幹嘛 就是不教男朋友在那邊學裁縫 我不是不教 我是因為自動上門的那些人 都不適合我 為什麼 因為他們看我就好像一副 不需要負責任的那種女生 就想玩弄你 對 那事實上我們是那種 你可以感化他 我們是那種很鹹熟的 結果呢 人家一跟我認識之後 發現我沒搞頭 所以八年來就是這種男人上門 大部分都是那種 就是想要不用負責 他們不用負責任的那種 那種感情在上床 就是輕浮的想要約你上床是不是 對 會想要那樣的關係 跟她說啊 跟她說啊 跟她說你也是有人性的 所以啊 所以就 當然在她面打毛線啊 所以你看 你看 就出一條圍巾掛著 然後我內的 心經拿出來念 所以就一個淘汰啊 但真正想要比如說 娶那種 嫌妻良女 不會看上我們這種的嘛 怎麼會這樣子 沒有啊 這就是很多美女的宿命啦 怎麼會這樣子 而且我如果交男朋友 我是以結婚為考慮 就是她可以結婚的對象 這話很掃興 對 男生聽到這話就很不小心 對 所以你看他們就是自動離開 男生如果想吃你豆腐 然後你慢慢感化他 這個有可能 你一開口就說 你以結婚為前提 男生會覺得壓力太多 會啊 他們是以上床為前提的交往 所以這樣最好 這樣就直接 趕走浪子 自動離開 我就不需要那些麻煩 所以八年來就那麼閒啊 那感情世界 天啊 當然也是會不小心 還蠻喜歡的人 就是 我會發現我還蠻 突然有一點感覺 可是 可是其實一些好的男生 都有伴 所以我就會 拿出你狐狸精的手 再把它灌醉 然後 不會 這個時候我會隱藏自己的感情 我就把蛋忘了 只要對方有老婆 有女朋友的 我絕對散 一定的啊 我絕對散 我絕對不想讓那個 他們的家庭 傷心難過 但是單身的男生 你暗戀他 你也不會出擊嗎 應該要 到現在還沒幾個 可以讓我心動的 好啦 所以今天如果一個人很好 以結婚為前提的 大台客追你是OK的嗎 你不會因為覺得他 當然不會 不應該歧視台客 對啊 但是台灣很重要的一群人 台灣國語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那 騎摸車腿很開呢